天生奇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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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开 都说木腊出奇迹 那一万多的木腊切出来到底怎么样 今天一个粉丝亮哥 在我手上拿下了一个一万多的木腊 他是第一次玩翡翠 就想体验一下翡翠的刺激 虽然是个小价位的料子 但是我感觉这个料子很有机会切大宝 那么先来看一下这个料子 这是个木腊面粉皮的料子 我们可以看到 到处都有这种色的表现 仔细看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色是非常巨的 说明它的致密度非常的好 总好 我们就要玩什么呢 玩它的内化 你看看这个地方 哇 它的水头是非常不错的 为什么说这个料子有机会大涨呢 看看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空度它是非常的好 感觉这个色都化了 当然像这种料子 我们就是玩一个总 如果总堵到了 它肯定是大涨 如果总没堵到的话 那就一般般了 那一万多的料子能不能干大宝 我们直接干 世界入宝啊 一万多切出来的皆正奇迹 世界入宝啊 流不流逼 网不网同 网不网同 网到朝真 倒你 老大大哥 两哥第一次 两哥你们选择的直播间 选择人啊 因为这很水深 两哥你卖多少钱 我问一下 两哥你卖多少钱 两哥这个料子你卖多少钱 你想卖多少钱哥哥 你们记住这个料子啊 记住这个料子 这是我们这里吃的啊 你看底子超级的干净 这个妥妥都能做界面的 你看这个色总色都化了 你看这个皮壳物层有多厚 机动过后也要回归于瓶颈 一万多的料汁切出这种品质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首先这个料汁的皮壳 它是这种面粉皮的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色 你看它的色是很紧的很巨的 这种色猫 它是一条一条的袋子 再看看这个地方 这个碰口处 它这个地方的水套不长 为什么呢 它是那种猫一样的 它的致密度非常的好 非常的紧 然后这种料汁的话 它的肉质是非常细的 因为它的皮壳细腻 那这个料汁现在切开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总的话 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冰的满色表现 像这种地方底子是非常的干净的 可以妥妥做界面的品质 因为不懂的人 可能不知道它的一个价值 你像我这种几十万一颗的这种界面 你看这个能做好多颗 所以说这个料汁涨幅是很大的 现在丢出去的话 骨头也是要七位数的 这种氛围才是玩斐鹊的人 该有的氛围 像这种小价位的料汁 切出这种品质 一年都难免得到几个 这个正二八景 就是一万多 亮哥在我这里切上的 那这个一万多的料汁 切出这种品质 你们觉得切的怎么样 大家可以在下面一起讨论 你们别吵了 带我用切的眼来看看 这种品质 带你 Chapel 秋林 你 问我 中文 不不不不不不